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110左右 所以今天也算是试试水 从来也没玩过扭蛋系列的东西 所以给大家尝尝箱看一看这东西 这一次总共是三款 一款这种白化的恶龟 一款是棕色恶龟 一款是原色的恶龟 目前为止原色的恶龟好像是卖的最贵的 因为它整个的一个涂装也是最还原的 整体来说红色的和白色的比较便宜 价格在20 30亿只左右 还是先看这个最不起眼的 我第一次玩这个东西 说实在的 我之前是买过塔克拉托米家出品的 什么危险生物大百科 危险生物大百科这里面 也是有恶龟扭蛋 一会儿我们正好把TT的东西和万代的东西做一个对比 看一看这两款究竟是怎么样 但是在大小方面来说 这款足够是比那款大很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 这包装是采用了这种透明材质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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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个球形关节 上面都是有这种 是一个球形关节 原色的处理的效果是最好的 当然呢 如果你有些什么 渗线啊 这种旧化的话 我觉得这两款呢 也应该不会差 整体来说呢 这分量还是挺足的 底盘部分来说 也是有一些相应的 一个旧化效果 那三款颜色里啊 不得不说 好看的确实是原色款 原色的更加真实 然后呢 其次呢 如果原色价格 现在很贵的情况下呢 我更推荐给大家 这个棕色版 这个棕色呢 现在是二三十 咸鱼应该就有 这个价格来说呢 还算合理 主要是呢 它棕色版的肉啊 上面也是做了 这种旧化效果 相比于这个白化版本来说呢 就是很塑胶的一个感觉 这个棕色版呢 还是有一定价值 定完我就特别后悔啊 拿到手 我就觉得 卧槽 这什么玩儿 真的是挺差劲的啊 这细节 跟万代的一比啊 真的就是没法比啊 就算是大物见小物 所以呢 这个也算是最近啊 入了一个新的馅儿吧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回头如果说 还有我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话 肯定也会收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